李宗仁回国后,主动向毛主席要证个官当,被毛主席拒绝了。 李宗仁回国后,主动向毛主席要证个官当,被毛主席拒绝了。 1891年李宗仁生于广西桂林,谁也没想到,这个普通的农家吧, 多年之后会成为士大风云的贵戚军阀首领、国民党陆军一级、上将和蒋介石的最大对手。 1948年4月李宗仁登上国民政府副总统, 次年初,蒋介石下野,李宗仁成为了代总统,这是他一生中最高的职务, 然而由于蒋介石继续操纵国民党,导致李宗仁不得不流落到美国。 新中国成立后,以毛主席和周总理为核心的新政府领导人, 争取到了许多国民党以及无党派、爱国人士, 李宗仁在国民党内影响巨大,因此新中国有意争取他回国。 一开始李宗仁思前想后,顾虑很多,毕竟他曾经与共产党为敌, 后来在妻子郭德姐,以及多位中间人的劝说下, 李宗仁终于决定回到祖国。 1965年历经磨难,但李宗仁夫妇抵达了北京, 此时距离他离开祖国,已经16年之久,前去机场迎接李宗仁的, 除了有周总理以及多位开国元帅,还有此前已经投诚的国民党要员副作义, 如汉、杜玉明和宋锡连等111名将领,就连末代皇帝普吉也参与了欢迎仪式, 规格之高,实属罕见。 李宗仁见到此情此前,心中感触颇多, 在机场发表了重要讲话,表达了对祖国的思念以及之前罪行的忏悔, 并希望能够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之中。 此后不久,李宗仁还受到了毛主席的两次接见, 逐渐对他的重视, 不过,对于李宗仁的归来, 有一个现实问题摆在眼前, 给李宗仁一个什么样的职务才算合适, 毛主席并没有具体说明, 不过李宗仁自己倒是主动, 向毛主席要过一个官当, 那就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。 在新中国的政府中, 全国人大委员长与国务院总理, 以及国家主席, 都是极为重要的领导岗位, 李宗仁之所以要当副委员长, 那是因为这个职务, 此前已经有国民党大佬人物 陈钱和张志忠担任过, 比起他们两人, 李宗仁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和地位要高许多, 因此他认为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, 也是比较合适的官位, 并不过分。 然而,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情况特殊, 又或者毛主席有期的考虑, 对于李宗仁的要求, 毛主席一直没回复, 相当于拒绝了李宗仁的要求, 此事最终不了了之。 不过值得一提示, 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, 在李宗仁去世24年之后, 也就是1993年, 他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位, 完全了李宗仁当年的心愿。 请不吝点赞,